床试危机近日成为全球热化 由今年初起 床试使在欧洲如英国、法国等的蔓延 直至近日更开 波及亚洲、继港人热门旅游的韩国爆发灾情之 香港的机场快线列车亦传出有疑似床试入侵 港铁方面亦及时回应指 指于该列车未有发现 试但已及时收回列车做高温清洁 床试危机从州等国波及亚洲后 在本港引起不少讨论 特别 今年10月时 韩国首都娟仁川开始出现床试入侵 外媒报道 直至11月初 韩国首都娟各区陆续出现 诗、星岛申宿网找到二位在韩港人 分享他们现实 当地情况 在韩国生活多年 现实在旅游景点红 区开咖啡店的港人Pauline 表示当地传媒近日纷纷爆 床试情况 但他指自己开店的区域重患并不严 龙山区有很多考试院 可能有这些问题发生 因考试院环境就像香港的汤房 人口非常密集 很 单位供用洗手间 打扫又可能少一点 成为床试 波的隐患 他指自己由鱼游养宠物 回家时一项有注意消毒鞋子和随身物品 对情况不太担心 又表示 疫情前不时见到政府卫生部门 会在街喷洒沙虫剂 但疫情期间至如今复长 再见不到 些消毒情况 未知会否是重患出现的其中一个 素 而在韩港人三米偶则指 因为现在韩国其实很多外游客 游客带了进来 而酒店再接触到员工 经过 工的途径再带出去 有这样的机会令师换家具 又指 韩国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的座位 亦有能让床师逆藏 因为他们的座位是溶灶 很容易 床师 韩国是港人热门旅游地点之一 不少港人 担心旅游时会把床师带回家 星岛申诉王旧坊 了数位港人 问问他们对今次床师危机有什么 法 周小姐对于今次床师危机都表示担心 会经 都好容易传过离 大家周围去旅行嘛 分分钟带 离香港 她只为避免床师入侵 校园旅游时会带消毒药品 我有用挂 而克里斯蒂则同样表示 外游时都加倍小心 而她更重视回港后的清洁工作 去玩 刑反香港药大清洁 自己反地面师方法 我无 系无系要举死地师 我之前有听人讲过 如果系 是要用地药水举死 而林生及林泰则表示 未免 师入屋都会小心处理行李 去玩旅行 低沙虫 喷下低街路 容易藏尸开地方 入住酒店尽量拴 各先决 免得床师走左入去 带左返离屋起 时床师问题 在香港部分人口密集地区不时发 星岛申诉网找来独居深水部汤房的林女士兽 她表示已受床师问题困扰多时 花 好多呀 林女 指她居住的汤房有非常多床师 床师都靠在墙 出没 我有捉过 有时看到我便会打死她 有时会 雪柜那些地方 一开雪柜 一下便跑出来 捉不完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困扰 林女士指 她在该汤居住期间被床师咬制成脚伤痕 有些伤口都有 断时间了 两边脚都有 我抓到都破损了 林女士 对床师已用尽方法 她还从北京购买了药膏图 被叮咬部位 我自己都有去凉茶买止痕的饮 饮 另外她更买了多只杀虫剂对付床师 但用了 个之后都没什么效果 林女士指 她的邻居卫生 家 怀疑因此自生床师 左边有位阿书柱 她一打 门我便觉得有些臭味传出 令虫都跑来 她认为要杜绝师患必须邻居们都一起注意卫生 床师 即固然是人人自危 坊间有不同的面试方法 到哪些方法才正确有效 而我们外游返港后 又硬 让避免隐尸入屋 星岛申诉网找来香港重害控 从业园协会副会长陈伟强为大家讲解 陈伟强 床师又称牧师的生命周期大约是一年 但他可 九个月不吸血也能生存 生命力极强 而且床师每出一粒卵便可繁殖出数十之事后代 因此 市民 游期间必须小心处理行李及衣物 避免将床师回家 当我们去到酒店时 千万不要将行李放在上或地毡上 酒店通常有个木造的行李架 我们先检查那个行李架底部 要带背光度足够的小筒 照照行李架底部 特别是缝位及贴墙位置 当定没有床师后 才可以把行李放上行李架 然后封行李 但拿出你需要的衣物后便要马上将行相关起来 我们要用手电筒照照床架 特别是木 最喜欢逆藏的侠缝位 都必须检查清楚 如果见一点点黑色基本上便代表有木尸存在 另外 一揭开床单四边的风琴位 必须拉开风琴位底面反 仔细检查有没有尸存在 而床入四角的转弯位 有折边 市民亦需要检查有没有藏尸 最后就是检查床入和床板之间 如没有发现黑点或藏尸 可以放心入睡 陈伟强指 坊间不少人以为可用 独用品防湿 但其实对防止湿咬最有效的方法 是喷曲纹剂 尤其要涂在颈部等露出位置 而要 易的是 最好使用30dT成分的曲纹剂 这样便有8小时保护力 不过 建议大家使用前先是涂在手上 如 定没有出现过敏情况方好喷在身上 陈伟强健 市民外游返港后 可在客厅内铺白布 将行李箱 在布上再开封 随后将衣物逐渐拿出 并再灯光照 检查有没有床师出没 随后可将衣物收集在 各洗衣袋内 用60度的热水进食至20分钟 或可选择干 而行李箱则建议用蒸汽清洗机清理 由内到外 结一次 确保干净 星岛申诉王为民请命报不平 宗城中热化 议会搜罗坊间温情小故事 你申诉 跟进 WhatsApp91999933 星岛申诉王随时候命 立即爆料 星岛头 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内